好,那我們總算把這個ActiveMine搞定了 那麼您現在呢,要怎麼執行啊 從這邊喔,解壓縮之後 有沒有裡面有一個這個 對不對,點兩下 或者是按一下Enter都可以 那這個就是中文的 這樣看起來比較熟悉一點了吧 但是呢,一開始還不用那麼急著先錄影 還是跟剛剛一樣 怎麼樣,先看一下,對不對 第一個啊,瞭解一下那個快速鍵啊 或者預設的什麼 這個,那個資料解在哪裡 那一樣它就是我剛剛 我們剛剛有提過的幾種什麼 錄影的方式對不對 它就有這種所謂的影像式的錄影 或者全動式的啦 全動式的錄影 那甚至呢,你也可以怎麼樣 有一些網路直播的 也可以透過它錄影啊 當然我們剛剛那個Debug Video Capture也可以啦 就是說我螢幕上的畫面也好 或者播放的影片 也可以把它側錄下來 但是記得啦 不是全部啦 呵呵呵 你就錄局部就好了 才不會那個 好,再來呢我們稍微看一下 那這個軟體 你一定會發現 除了有中文你覺得比較熟悉以外 它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雖然我們只剩大概二十分鐘 但是你不要覺得二十分鐘好像不夠用 因為有一套軟體你們那個會 你們做簡報都用哪一套 所以應該沒有人不會嘛 真的啊,等一下你用的就知道 長的就跟PowerPoint一模一樣 所以相同經驗可以移植過來 所以就不會長 當然,您如果說 我要做一個比較精緻的 你也可以把你的PowerPoint的簡報 直接匯到裡面來 比如說我搭配幾個簡報 我再搭配一段我的錄影說明 可不可以 可以啊,為什麼不行 對啊 PowerPoint可不可以會錄影片 可以 對不對 可是這時候通常你的檔案就變比較大 比較不方便 而且PowerPoint沒有剪接的功能啊 對啊 但是我們這邊有 好,那這套軟體還是一樣 免費的使用 它就是在影片剪接這些功能 都是完全免費的 不會把你加任何功能限制 好,那如果你有用到所謂的付費功能 也都可以用 但是它 付費功能的部分 會有一個Logo在上面 但是功能是可以正常使用 這樣了解啦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我真的 那個功能我需要 你要付費 再付費就可以 好 這是什麼Logo 喔,就是他們公司的Logo 對,就會有一個小Logo 在你的畫面上這樣子 我付費還有他的Logo 付費不會 喔 嘿,如果你不付費 才會 有Logo在上面 是的 你的意思是說 那個影片會 影片不會 影片功能都是完全免費 好 就是我們剪接功能 或者你會去泡沫之後 你輸出的是影片的 那都OK 都沒有任何的浮水印 都不會 都不會 但是如果你 比如說我要做成網頁式的 或者互動式的那種教材 因為這套軟體主要是在來做什麼 數位教材用的 可是他剛好有影片剪接功能 所以像我在暑假開兒童班的時候 你看我也在像兒童班 哈哈 還拼一下 老少通吃 哈哈 沒有,我是因為這樣 才有好多寒暑 才有貴賢娃 哈哈 好 那因為他可以做一些測驗題啦 所以說他錄影的功能 是完全免費 沒有所謂的付費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些什麼測驗題啦 一些互動的功能 那那個就屬於他付費的範圍這樣子 只有你在用到那些功能之後 他輸出才會多一個LOGO 但是功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這樣了解了齁 好 我是說如果你付費完 就沒有那個LOGO 對對對 好 那他付費費用多少 七千 這個就比剛剛那套貴一點 折合台幣一萬出銅 所以反正我知道你也不想付錢 哈哈哈哈 但是沒關係啦 反正我們剪接影片 該不會的 你放心 OK 那我們往這邊走齁 您看一下 請問他快速鍵是什麼 Ctrl加 T加C 就是停止就是Enter 對不對 對啊 繼續有沒有 Pose 反正隨便啦 如果你不想要記快速鍵 我們剛剛有沒有 可以用按的 這一樣有 一樣有齁 你看F890有沒有都差不多 嗯 好 那你了解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看看喔 這個呢 我就 這邊就先 請你一下齁 來 進到這裡來 你看我們剛剛打開了對不對 打開了 現在呢 你建立各位先按個新建工程 就開個新檔案了 開個新檔案 你把它點一下 好 他這邊呢 會問你說 你是要直接就做錄製的動作 還是你要把Powern匯進來 或者是怎麼樣 你要把圖片匯進來 有沒有 有些時候我們可能做結案報告 你是匯照片的嘛 也可以 因為Powern也可以這樣做啊 也可以這樣做 或者是你就直接開空白了 也OK 好 那原則上 我建議老師就是 你可以先不要直接錄啦 因為這樣你也不知道你要錄什麼嘛 因為現在大家都玩假的啊 你們都沒有像我這麼認真 因為我拿錢啊 所以我都很認真錄啊 對不對 你們現在都玩假的 你會覺得說 唉我也不知道錄什麼 你看我剛剛錄了也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有沒有生意的都不知道 你們剛剛遇到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是沒有目的地在錄 我有目的地在錄的時候 我的目標很清楚 我要錄什麼東西 前在前面 對 對 這是一個 但是因為我們教學 是有一個主題嘛 所以說我很清楚說 我要錄什麼東西 那所以待會兒如果老師要錄 我是蠻建議 如果你有檔案已經在隨身點 或雲端的 你可以下載一下 你就真的拿 比如說你上課的簡報 你看看 而且錄完之後也有一個很重要 你錄完還要自己看一下 其實我還蠻常回去看一下 我大概上課的過程 為什麼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會講錯 或者是說 中間操作有什麼問題的 我可以稍微看一下 不見得會完全花時間去看 但是因為是自己講的 所以其實還有一點印象 我通常像 比如說像今天這樣講完對不對 大部分都是當天晚上 我就回去再確認一下 確認一下有沒有就是 標題正確啦 或者是錄的影片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我們就不要上架 對不對 或者說錄到屬於比較私人的畫面嘛 那我們就把那個畫面就是拿掉這樣子 大概會像這樣 所以待會兒希望各位是玩真的 玩真的才會比較認真 所謂的認真就是說 因為你才會從裡面發現你的問題在哪裡 有時候會 為什麼請請 欸 操作好快喔 有沒有 你看這邊 然後就下去了 結果 雖然有錄影 但是畫面太快了 這樣 對看的人來講 你不要忘記了 教學 需要給 看的人一點時間 對吧 所以你看我平常不會這樣隨便亂畫 對不對 我都會像你家插槍 哈哈哈哈 啊你了解啦 好 所以 蠻健康的剛開始先試看看空白工程 就空白的檔案就好 空白檔案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點它一下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第一個 先給它一個什麼 專案的名稱對不對 還有它放在哪裡 你可以自己選擇 那 預設還是那個問題 放在我的文件夾 所以 你若不喜歡 因為反正那都不是你的文件夾 那是微軟的文件夾 所以你就自己瀏覽一下 看你要放在哪邊 你比較好找 好 一般來講 雖然我不鼓勵各位 有後沒空就放桌面啦 但是 以我們現在的電腦教室 你放桌面是比較好找 你如果家裡面 你常常習慣不好的話 你們家 是會滿出來的 哈哈哈哈 你笑得很大聲 我就知道 你一定有這樣的經驗嘛 有沒有 沒有 周面滿出來的 然後就不知道 啊我剛剛不知道放在哪裡 所以 還是要整理一下 那 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有沒有考各位一題 有 YouTube影片 對 你知道為什麼要考了吧 看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剛剛很熟悉的 有耶 HD Full HD 有看到了吧 有 是不是影片的什麼 畫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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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 高度 對高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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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高度好嗎 要有高 高度就是這樣高度 對啦 就是我們的長 就是寬 對不對 這是 這個是我們影片的寬度 這個是高度 所以 我們看到YouTube的數字是高度 你了解 好 所以一般啦 如果說您要做比較高級的 你就用這個啊 假設我這邊用它 這樣子 然後呢 你可以告訴他 你要幾張幻燈片 幻燈片就是 他們的什麼 頭影片 翻譯不一樣名稱而已 這樣有了解嗎 有 所以你如果說 沒有喔 你可以進去再增加也可以 好 那我先給他一張 確定 有沒有 那進來之後呢 各位記得一件事情 這樣子 這樣看有沒有不太好看 就是畫面是不是很大 所以請你眼睛往右下角走 有沒有看到一個這個 這會自動縮放 你把它按下去 有沒有在裡面了 所以當我畫面 拉上來一點 有沒有自動縮放 有 這樣是比較容易 那看到這邊 應該就覺得 PowerPoint上升了 蛤 這樣不是這樣 是 有沒有很熟悉 有 你看 跟他講一下開心 每次都講那麼久 所以我還蠻會脫貧的 春早昏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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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前面 花很多時間 不過這是打底 好嗎 好 請你先開一個 好不好 開一個新檔案 來畫面 來畫面 旁邊 來畫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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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